那既然刚刚教授已经说到了以色列 那么不得不提的也是同样发生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以色列的这个战时内阁出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内讧事件 那跟大家来通报一下 就是在这个战时内阁呢 5月19号的一位成员 他的名字叫做甘茨 他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这个现任政府 在6月8号之前完成制定加沙战后治理方案 否则将会带领所属的这个中间政党 退出这个紧急的联合政府 那么现在呢 以色列的这个战时内阁里面是有5位成员的 那么包括了总理内塔尼亚胡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甘茨 以及国防部长加兰特 还有两名观察员 所以总体来说呢 5个人里面3个人最重要 那么甘茨呢就是3分之1 那么除此之外啊 除了这个甘茨 这个国防部长加兰特呢 在这个5月15号的时候 也曾经公开呼吁过内塔尼亚胡 说立刻要在这个加沙建一个替代哈马斯的政府机构 他也是表示出来了跟这个内塔尼亚胡一些不同的政见 那么这个战时内阁现在三个人里面 已经有两个人跟内塔尼亚胡有点背道而行的意思了 那么内塔尼亚胡呢 也是站出来有了自己的一个表态 那么他是说到啊 甘茨所提出来的这个条件是老生常谈 其含义很明确 就是结束战争和击败以色列 那么内塔尼亚胡指责 他是在找一些借口来推翻现在的以色列政府 并且呢希望建立巴勒斯坦国 所以说院教授这样子看下来 内塔尼亚胡是有点被逼宫的意思了嘛 因为现在三个化石人里面 两个都要跟他对着干 那么他们是不是有自己各自想要达到的一个政治目的呢 那想请您帮我们剖析一下 你知道甘茨是谁吗 甘茨他是个将军啊 他是跟内塔尼亚胡竞选的时候 如果内塔尼亚胡没有极右派的支持 他光靠利古党的话 那今天以色列的总理就是甘茨啊 对 我跟你讲啊 以色列这个国家非常特殊啊 他最特殊的有三点啊 第一点的话呢 他国家的领导人永远是将军啊 就我所知就是除了西蒙培瑞斯 他本身来讲没有当过将军 他所有的带头的人都是将军啊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以色列人将军不是说是有打仗啊 他们人本身很优秀 我认得在我们学制人员这行里面 认得犹太人太多了 他们有的话在以色列 以色列的飞行员啊 他们服兵要服七年啊 下来的时候可以直接到航空室开飞机了 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然后不但是军人 还有头脑的军人啊 治理国家的军人啊 另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国家 基本上老百姓对军人 充满了信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本身呢 他们有一个最强大的共识 就是共识 就是以色列永远要在巴勒斯坦 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这个是包含了加兰特 甘兹这个纳拉尼尼亚乎 包含了被暗杀的伊萨拉币 拉兵 他们都是一样这个道理 认为以色列就是要永远生存下去 所以纳拉尼尼亚乎的话 他前不久啊 大概在五六月 二零二三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啊 就已经啊 有大规模的游行 大概有十来次吧 每次都上十万人呢 要纳拉尼亚乎赶快下台 因为纳拉尼亚乎要废除以色列的司法权 只要改成这个行政跟立法权 就没有司法权 所以说呢 他们对以色列本身来讲的人呢 这个是冒犯到他们这个民主底线 然后再者的话呢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纳拉尼亚乎呢 现在呢搞得天入人月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只有阿拉伯国家在反对以色列 全世界反对以色列的 起码150国 是 联合国的投票就有143国了 对 但有些小国他不敢反对啊 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力量很大 然后另外的话呢 美国校园内当中的话呢 越来越说年轻人百分之一百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了 但是除了支持以色列的那些犹太人以外 大多数人在校园内也就是反对 不是反对以色列啊 请搞清楚啊 反对纳拉尼亚乎在以色列的这个 从打了这个大半年的这个做法 从2023年的10月7号到现在 这整个做法既无效又麻烦 而哈马斯是越打越多 北边收拾完了 南边南边海边收拾完了吗 北边又来了 这越搞越奇怪 然后现在的话呢 甘思这里面的意见 加兰特本身也是赞成的意见 就是说你先告诉世人 说你不打算把巴勒斯坦人全部清理光 你只是有一套 就是战后要这个执行的方案策略拿出来 比如说了 你比如说到新来半岛去搞 叫他们住帐篷去啊 比如说是你这个 叫协调一些国家 叫巴勒斯坦人全部搬家啊 你把这个战后的次序说出来 你不能够军事统治 军事统治违背了我刚刚前面强调的 以色列永远存在不能够永远在战时存在啊 不能在战争中存在 他们要安和乐利的存在啊 所以也至于这个缘故 分清楚啊 甘之也好 加勒特也好 他们都是这个国防的这个 现在这个内阁里面的成员 他们会加入这个成员 就是要希望以色列好 而不是让以色列维持在战争状态 现在纳赖尼亚国的策略 你不知道哪是哪是是个头啊 那你这样还得了 那国家永远属于战争 一个那么小的国家 能撑多久了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比较严重的问题 是的 其实我们有看到联合国 这边已经给出来了一个数据啊 就是目前加沙的这个撤离人数 已经达到了80万人啊 所以说整个的战况也是比较的惨 但是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 现在他内部的这个矛盾出现了之后 如果6月8号 内塔尼亚胡没有按照甘之 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 完成这个目标的话 他真的辞职了 给以色列和这个以哈的战局 可能会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影响 会是什么呀 教授 那这个甘之跟 我觉得 加兰特讲的话比甘之要重要的多了 因为甘之是有威望 但是加兰特是国防部长 他讲实权 那么他 对他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是国防问题 就是讲实权嘛 你实际上来讲 但是呢 那个反对的话 那甘之反对纳尼亚胡是很久的事情了 比较奇特的是反对反对的 已有战争状态马上就归队 这是坦白讲 以色列的军人在训练上是很爱国的了 这个没有话讲的 但是呢 现在的纳尼亚胡迟迟不拿出方案的话 那个因为袈裟都打烂了 全部打烂了 那你说那个displaced就是80万人 这个数字没啥意义 因为你都打烂的话呢 那你住在哪里也没有办法 说有很多人 那80万人大概就是地方根本不能住 被赶到另外的地方 那剩下的140万人 他基本上也活得不安稳 那现在麻烦的重点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矛盾 就是你让那个没有拘无定所的人 年轻的能够拿到洞枪的 很自然会加入哈马斯 对 保卫自己的国家 因为其实原来这个巴士兰要建国 这个两国论的方案 是以色列同意的 而且这个也是拉宾会被杀掉的原因 因为他跟以前阿拉法特签约 说这个各建各的国自己搞自己的 但是以色列就有些人不愿意 就是说我们在以色列境内 就不允许有他们这些阿拉伯人在 因为他对我们不友善 他们没有接受这个1948年的约定 然后也没有接受1967年的约定 那这个他们打了败仗 那就应该被占领 那其实加上走廊也好 原来的西奈半岛也好 然后除了戈兰高地没有还以外 其他也都陆陆续还给巴士兰人 这个也都被批判为软弱 所以以色列的强硬派 利库长的强硬派 跟他一般来讲希望以色列能够尝试几万派 构成了内部很大的争执 但是以色列的国家一遇到危机的时候 马上就团结在一起 这个是没话讲的 没话讲的 没话讲的